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是林宇 2563集 林宇听到那不一男子这话 眉头不由一皱 她冲着那不一男子 沉声问道 你的意思是 你并不是佐罗雇佣来的 是来和他们合作的 不错 那佐罗等人的意图 是来夺取那份文件 你们来这儿究竟是 林宇说到这儿 脸色突然一变 逗然意识到什么 你们是专程来杀我的 刚才不是就告诉过你了吗 不一男子淡淡一笑 几乎说话的同时 脚下用力一蹬 身子刹那间窜了出去 直接面对林宇冲过来 她所踏出的每一步力量极大 脚步所过之处水泥地面 都被蹬踩的巴掌大的猪网凹陷 但是她的速度却并不慢 几乎眨眼之间 便冲到了林宇跟前 同时一个十分刁钻的拳 砸向了林宇的喉咙 林宇看着呼啸而来的拳头 知道这一拳力道绝对非同小可 自己身怀内伤 不敢应接 只好侧步躲开 不一男子早就预料到 另外一拳也立马跟上 双拳舞动呼呼作响 追着林宇夯杂下来 力道威猛无比 角度也犀利刁钻 拳头几乎每次都是贴着 林宇的身子掠过 并且宫中有手 不给林宇任何反击和喘息的机会 林宇见到这套拳法 不是一般的刚猛 不敢出其锋芒 他始终灵活错步 躲闪着 找准机会 适当地一掌批出 砍杂到了不一男子的大臂 想要以此来缓解 不一男子凶猛的攻势 但是让林宇意外的是 他这一掌批上 宛如批在结实的刚柱上一般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不一男子的攻势 不止没有丝毫地收缓 反倒越发凌厉了 林宇神色微微一变 他所听过的这个暴骨功施展之后 有势不可挡 刚不可摧之力 没想到竟然也能让人的筋骨变得如此的坚硬结实 他能感觉得到这不一男子的筋骨皮肉 虽然不及他的质刚纯体 但抗打击能力绝对是屈之可数的 如果不是用利刃 只怕难以伤其分毫 不过既然不一男子 赤手空拳和自己交手 林宇又怎么好意思率先亮出武器呢 所以他只是凭借着玄宗布和那不一男子周旋 打算等其力竭之后再进行反攻 但是不一男子上百拳击出之后 仍然没有疲惫的状态 拳头追着林宇夯杂的时候 扫着一旁的承重柱 直接积杂的杀十四箭 但是他的拳速却丝毫没减 这小子是铁打的吗 仿佛感觉不到泪一样 奎木郎看到眼前这局势 神色凝重 他疑惑说道 宗主这么一味地躲避下去 也不是法子 按理说 宗主是能够跟他拼上一拼的呀 他知道 虽然这不一男子的拳头刚猛非凡 但是以林宇的能力 完全可以跟他硬碰硬的 短兵相接直接来个直面交锋 而且他敢断定 林宇一定能够占上风 不错 以宗主的能力 不应该如此被动 燕子双眼微眯 一时间有一些疑惑 不过紧接着他突然想到的什么 脸色已变 沉声说道 你说 宗主是不是骗了我们 他的内伤其实一直没好 燕子也能察觉到林宇 对战时候的反常 换作往常的话 林宇向来是欲强则强 虽然也会选择闪避策略 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般消极对战 所以燕子 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 林宇的内伤 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般 已经无碍了 宗主不是说他胸口的内伤 不碍事吗 奎木狼听到燕子这话脸色不由一变 瞪大了双眼 观察着前方那不宜男子缠斗的林宇 他发现林宇确实刻意躲避不宜男子的攻势 尤其是其中格外刚猛的那几拳 而且林宇的脚步也不如以前那般灵活迅速了 稍有迟滞 他肯定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骗了我们 燕子咬紧牙关 脸上煞之间涌起了一股 无比动容的神情 他低声说道 他明明知道自己有伤在身 刚才竟然还那般不顾一切地帮我疗伤 导致自己伤上加伤 此时他在恍然大悟 林宇为他疗伤之后 为何会那么虚弱了 原来都是拜体内的旧伤所致 他一时间有一些哽咽语色 心头颤动不已 林宇在他心中的形象刹那之间 又高大了许多 哎呀 宗主真是 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奎木郎忍不住重重地叹息 心头猛地提起来 怪不得 宗主不敢竞接这小子的拳头 不过这么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如果林宇身体无恙 那跟着不知疲倦的不宜男子拖下去 消耗其体力 还算可行 毕竟 这不宜男子一直在主动进攻 消耗大于林宇 任他体力再怎么充沛 也不可能一直不会疲惫 可是 现如今林宇身怀内伤 奎木郎担心这么长时间的消耗 只怕 还没将不宜男子拖垮 林宇自己反倒先扛不住了 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燕子冷声问道 身体 默地散发出一股汹涌的杀气 似乎打算直接冲上去帮林宇的忙 这个 只怕宗主不会允许吧 奎木郎紧簇着眉头 他迟疑道 他深知林宇光明磊落的病性 如果他们一拥而上 以多欺少 只怕林宇心中会不悦 而且 他也过不了自己内心的内观 总感觉到有一些圣之不悟 都这个时候了 还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 宗主的安危是第一位的 就许他们这么多人伏击我们 就不许我们一起对付他们吗 燕子姐 何大哥的性格你也了解 他肯定不愿意咱们出手帮忙的 而且 咱们星斗宗四个大灵宝们一个 这传出去 也有损星斗宗的威名 一旁的云州挠那头 十分笃定地说道 再说 俺相信何大哥 肯定能够战胜这个人 不错 我也认为宗主纵然有伤在身 也绝不会输给这个兔崽子 其实像这种刚蒙类的功法 都会有一两处明显的弱点 就是所谓的罩门 只要找出这个罩门所在 就能将这种功法顺势破解 这种刚蒙的功法 虽然看起来势不可挡 但是只要找准其罩门 便能够瞬间将其破解 可是这罩门在哪呢 我们对这豹谷宫 压根儿都不了解 其实何止是不了解 他其实都是第一次听说 这豹谷宫这门悬术功法 所以想要短时间内 找到豹谷宫的罩门 对于他们而言 着实有一些困难 这个 奎木郎一时间 也是有一些不知所措 双眼仔细地盯着面前 不依男子 但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是不是腿 一旁的云州突然 惊叫一声 急忙说道 他跟宗主打了这么久 你这用拳 从没有用过腿 所以他的弱点 是不是在他的下盘 有可能 奎木郎郑重点头 也知道很多 看起来魁梧壮硕的拳手 弱点往往都在下盘 说不定 这豹谷宫也是如此 他立马冲林雨 大声地喊着 宗主 转弓他下盘 门闭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